夺走77条人民的挪威杀人魔终于站上了审判台 对于它的内心事件我们有了更惊悚的了解 薄熙来的风暴还在持续延烧 而对于韩武德之死 英国政府要求中共官方给一个完整的交代 如果大陆去年电视上最红的综艺节目是红娘式的媒介节目的话 今年最红的什么节目呢 是这一类的节目 我们要告诉您它真正的真相以及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各位观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连续第六个星期 我们将一开始还是持续为您追踪 还在延烧当中的薄熙来风暴 同样的这个星期还是没几个人愿意公开谈论 但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传言谣言乃至于八卦还是蜂拥而至 而且目前报道最多最热情的反而是西方的各大媒体 原因不外其他因为这个整个事情一开始就有外国因素的介入 这个事情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第一点究竟美国人以及英国人在事前事后知道多少 特别是在二月初的时候 王立军带着机密资料到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为何美国人没有给他政治庇护或把他留下来 这个星期美国方面终于透过了非正式管道公布了当初的情况 很简单 王立军是带着机密资料 甚至包括了很多薄熙来的不堪情报带到了美国领事馆 但他可没有有意交给美国方面 他主要是借此证明他的身份以及他的真假 并且要求政治庇护 但美国方面认为此人名声不佳 再加上外面有人包围 没办法把他带出去 也是拒绝他 但美国人可没把他赶走 而是联络了大陆的中央单位 或者是协助了王立军去联络他所信任的一派势力 把他安全地交给了中央方面的人手 换言之 美国政府并没有支持地方所谓薄熙来的力量 这下子美国人立刻站到了一个立场上面 也就因此在阴谋论者的眼光当中 难道美国人是有意地要保护某一派的势力吗 根据最新的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认为他们是身不由己地介入这个事情 但如果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方面有意地保护某一派势力的话 那美国人也没办法 当然美国人说这话是真是假 外界还是猜疑很多 也就因此对于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态度 中国内部据说已分成了两派力量 而且其中有一派反对最立的 就是中共主管政法 也就是治安司法检调工作的政治局的常委周永康 似乎成了一个带头羊 而且他似乎成为了中共官方下一个要整肃的目标 最新的媒体报道也是遥远说 说周永康已经接受秘密调查 调查他这个事情当中是不是要跟中央为敌 当然整个事情真相未明 周永康自己虽然有公开出面 但是关于他的行踪以及他未来的命运 大家还在猜测当中 当然这个事情也显示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其实中共方面急悦地把薄熙来事件定位在所谓的薄熙来个人的违反党纪以及家族涉及贪腐事情上的定位上 可能会发生松动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周永康真的被斗的话 显示中共内部阵行的不是一场打倒薄熙来而是一场权力的内斗 换言之外界所担心的是中共是否因此会走向政治的内乱 当然这两个事情是这个两个星期来最大最大的发展 其次当然就是薄熙来以及跟他家族的命运 薄熙来自从被拔掉了职务之后还是销声匿迹 但关于他跟他太太和他儿子的各种不堪过去出现了一大堆一大的传言 似乎这个家族每个人都有不堪的过去 还有家族过去在财富犯罪以及权力斗争当中都扮演一些角色 甚至薄瓜瓜他在学校如何如何也如今传言满天 但最新的消息现实薄瓜瓜应该人还在美国 但以薄熙来的妻子骨开来可是传言太多了 甚至说他已经罹患了癌症 也因此让他这几年心情大乱 甚至癌症的传说也有两种 有人说是骨癌有人说是皮肤癌 癌症会造成一个人在最后走上如此的显露吗 恐怕这也是一个太八卦的谣言 但不管怎么样 整个事情到现在发展为止 就因为中共的命而不宣 也让人家外界认为这里面是危机重重 而且内幕重重 薄熙来事件还是继续成为大家报道的纠点 而中共再不会有一个官方的正式说法 这些谣言传闻还会再继续的发展 就在星期一重庆日报登了这篇标题名为 努力把重庆的事情办好的文章 最后特别用了风雨过后 彩虹更美八个字当结尾 说的当然是跟前主子薄熙来有关的 中国世纪大手文 然而风雨真的过去了吗 就在薄熙来妻子谷开栏 涉嫌杀人遭关押 薄熙来被免去党之后 中共中央再也没有对外公布任何与案情相关的消息 国安的一切最新 一如过去两个多月 通通来自外国媒体 现在挖出的是 这位与薄熙来友好 掌管法政公安大权的政治局常委钟永康 就是2月6号 王立军叛逃美国成都领事馆 秘密通知薄熙来 甚至调动军警 企图带走王立军的幕后高官 钟永康选择快速认错 更在递交书面检查报告里 承认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为了自保 因为很多证据他也没办法赖了 最明显就是在3月15号宣布薄熙来 截职之后 钟永康沉积了几天 之后就开始露面 支持中央 虽然他没有提支持胡锦涛的中央 但是那第一步 他那个动作已经告诉他原来的盟友 你们也不必有其他的想法了 就投降吧 英美两国对薄熙来事件的高度关注 几乎每日一爆 英国路透大大标出独家 自称取得大陆公安 有关海伍德命案的调查报告 指出古开来的杀人动机 不是为情 是为了财 原来海伍德一直协助古开来 把大笔资金移往海外 去年底已转的金额庞大 海伍德狮子大开口要了超额佣金 人脑骨开来 双方闹翻 种下杀鸡 冯西来则是在今年1月18号 海伍德火化两个月之后 王立军在他的重庆办公室 拿出了证据资料 之才得知 海伍德命案与太太有关 回首不按69天 在中共中央的管制下 所有消息与放话管道 几乎都来自外国媒体 2月初率先披露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 是这个名为博讯网的海外华人新闻网站 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离开大陆的一些这种民主人士 再加上这个美国的一政府机关 比方情报局之类的 他们投入合作做的一个这样的网站 两会前揭开风暴序曲 随后薄熙来的露面和免职 这个时候外界都还看不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外媒报了这则讯息 发杰日报不断揭露海伍德死亡谜团 古看来惊人的婚外情内幕 说他生意遍布英美 还访问到他的同事 说他是中国的贾桂林 3月26号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这篇 英国要求中国重启调查命案 不按压力过一整个被掀开 王立军本来要去英国领事馆 但是后来在预警时间没有出现 反而到了美国领事馆 唯一则不是来自海外媒体 但却是压垮薄熙来 最后一根稻草的关键 王立军握有海武德命案证据 首发讯息 其实在这里 南方周末报记者楚朝鑫 3月26日在微博发了这条留言 2月15号凌晨5点 与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 收了一封短讯 内容是海武德被杀 王立军破案禁止博夫人 可以合理的怀疑就是 楚朝鑫基本上来讲 一定是有上面高层 把这消息放给他 但是不能在自己的媒体上面报 怎么办只有靠网络 这则刻意被放出来的消息 或许开启了外媒的追踪线索 海武德的妻子友人 一一被找出来 海武德的女性友人 竟还爆出骨开来罹患骨癌 来日无多的消息 就连薄熙来留学英妹的儿子 薄瓜瓜 究竟人在何方 也要来个彻底追追追 英国每日电讯报 就追到薄瓜瓜在美国 波士顿的豪华公寓 这里月租要8万7千块台币 但薄瓜瓜现在可能不在那了 因为薄瓜瓜已经被美国 执法人员接走 博泰伍士报紧接着声称 不有薄瓜瓜的声明 说他从来没有向美国 申请政治庇护 最新大陆官媒中心社 首次发布了关于 薄瓜瓜行踪的讯息 证实他还在美国 既没有被哈佛大学退学 也没有修学 预计在委员毕业 而美国政府也未对他 采取任何行动 曾经呼风唤雨 特别重视形象 攻城的媒体宠儿薄熙来 恐怕想不到有这么一天 登上新闻版面的 是一篇篇先出家丑的内幕 今年2月薄熙来用毛笔题字 给宣传部同仁 里面他谈到了鲁迅的名言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如子牛 这首诗毛泽东也曾大笔会好过 但对照薄熙来的现况 他所追求的真理 变得格外讽刺